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嘎 阿嘎好久没有打开这个贪婪大地了 听说呢制作人啊 好像中间更新了不少的东西啊 其中最重要的呢 应该就是几款可以进化的武器了 听说是可以武器进化之后再融合 融合之后再进化的哦 然后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他的效果好了 然后这里下方呢 我们就看到他的融合方式啊 就是知道我们是需要哪一些辅助装备 来得到这个融合的武器啊 那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 动力装甲方面呢 阿嘎今天再一次用这个轻型机械专家 因为他正好有一个被动技能 就是一开始啊就带上两只小蜜蜂 非常适合我们今天想要玩的武器啊 然后另外武器方面呢 我就带上了这个月牙光波 因为阿嘎就辛苦了千辛万苦啊 然后把自己的等级提升了上去 才解锁了这一把枪 但是因为他太贵了 我没有把他升到满级 但是也没关系 我们看看他的效果好了 然后我们今天就直接打这个冰原的第十区吧 好像是最后一个解锁的区域啊 然后我就打这个夜晚 希望他的敌人可以多一点 那我们就出发吧 然后这一把枪好像打起来的效果也是不错哦 看起来威力好像挺猛的 然后他的关穿能力也是蛮厉害的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就是优先拿那些 我们需要的辅助装备 就先拿上 然后另外我觉得这个角色好像有点脆哦 我在考虑要不要拿个 拿一个那个护盾 就让他让敌人打我 先不要那么快死掉啊 然后这里一些我觉得不需要 就是这个技能啊 我今天不玩技能了 完全不玩技能 然后我就尽量多拿一些辅助装备 然后可以的话 我是希望可以就是三个三个融合武器我都拿到 但是呢我有点担心啊 因为那个角色等级的关系啊 然后这里我有小蜜蜂了 然后我就再拿个电池飞刃吧 所以我有点担心啊 那个角色等级上线的关系 我怕他的技能点数啊 是不知道够不够我升到顶级啊 所以我就尽量都选那个辅助 辅助武器好了 然后其次我才选那个主武器 然后其他的我就尽量尽量不选了 能不选我就不选 然后这里有 我又先拿火神炮好了 先加他的穿透力 然后后面我们也加一下那个主武器 就是看缘分吧 如果没得选那个被动被动装备 我们就选那个主武器 那其实我今天想要拿的东西还挺多的哦 哇哇哇 那些怪物很讨厌 如果让他们撞过来的话 稍微碰一碰 然后我可能就会挂掉了 然后在条件允许的状况之下呢 我还是要来拿一下那些水晶啊 因为前面他刚讲过很缺钱 非常的缺钱 然后这里我再拿一个火神炮好了 因为我自己觉得啊 就是前面有那个新武器这个飞镖嘛 但我觉得那个飞镖好像好像 哇哇哇很危险很危险 所以我觉得那个飞镖用起来的时候好像 让就是他的攻击的频率太低了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后期比较强一点的武器 所以我早期就先不拿那么多 因为我很很急 急着急着强化就是让我的武器变厉害一点 因为现在我就感觉很危险 只要他们稍微冲过来我就很危险 哎这里有个护盾 我马上先拿一下 最起码就是敌人不是碰我一下我就挂了 最起码要碰两下哈哈哈很危险 之前就有时候比较极限一点 就是极限操作一点 就尽量不要让他碰到我就好了 但我觉得来到就是比较后期的关卡啊 这样打的话就很危险了 然后然后我觉得这些生命恢复啊 这种东西也没用了 我就不拿了 就直接把他剔除掉 那他出现我想要的技能的概率就变高了 小心核弹 哇 我觉得我护盾还是要多拿几层 这样才安全 还有那个 那个冷却时间也要也要提高一下 然后再拿个火神炮 哎这个技能技能不要了 技能就发动技能的东西我就不要了 讲着讲着那个护盾 我好像要把他升到满级的感觉啊 哈哈 那我还是优先先拿其他的技能 哎有一个磁磁场了 磁场可以把那些经验值吸过来啊 先拿这个然后这个剔除掉 这个不要 哎有个卫星射线卫星射线 我记得是跟这个小蜜蜂搭配 可以进化的 然后这里再拿个 加一层 护盾还是加这个穿透了月牙光波 我我感觉月牙光波好像穿透力好强啊 那我就不加了 然后我再拿一个 拿个精卫机枪 好拿精卫机枪好了 然后再一个再一个进防机枪 我感觉我现在这一把月牙光波的穿透力还还挺强的嘛 然后我这个角色哎哎哎哎来了一个小小小的精英怪算算是小boss吧 然后再加他的射击速度射击速度很重要啊 因为敌人怪物越来越多啊我要打的快一点啊 反正那个攻击力我我觉得好像不是最重要的 然后这里还有个加一个子弹 反正这个也蛮吸引的哦 但我想要先拿这个辅助装备哦 那我先拿这个好了 就我觉得有时候敌人啊都是被我一下子就秒杀嘛 那就是我的那个 攻击力就是相对于敌人的血量可能有点太就是溢出了 就不需要真的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自己 来说的话我都优先拿那个 攻击速度了 就尽量可能可能 你你攻击力变高了 你打一个敌人也就打一个敌人 如果你速度变快了 可能打掉一个马上再打一个 那就赚了 然后这里我再拿个蜜蜂的攻击速度好了 锁敌范围锁敌范围重要还是那个攻击速度重要呢 我觉得还是攻击速度重要一点 因为如果敌人一多起来了 然后我的那个 锁敌范围就是他已经围攻到我很近的地方 然后我就是能打 他再远也没用 还是那个攻击速度比较重要一点 又是小型核弹 小型核弹好像比较麻烦 就是如果不躲的话可能会受伤 然后另外这个角色他的那个技能啊 就是这个 辅助超载 我就很少用 因为我感觉就是敌人如果 如果如果少的话 你用这一招其实帮助也不大 这没什么作用 当然如果升级升上去的话 可能会变很强 这一个我就不知道了 但今天我主要就不用这个 减少充能时间 飞行飞行距离 先加这个吧 其实阿嘎平常也很少用那个超载 这个感觉就就留着那个危险的时候才用 这样子 然后慢慢 逐渐就把他忘记了 就就不再用他 但是后面呢 我发现那个就是发现制作人啊 搞了一个成就出来啊 就强迫我一定要用 然后这里先拿个护盾好了 就先不要死吧 然后再拿个火神炮数量 攻击速度 哎这个火神炮可以进化了 进化为一个重火神炮穿透加2 还有可以持续射击 然后制作人搞了一个成就出来 强迫我一定要经常去发动那个技能 才能解锁 而且他那个次数还挺高的 如果像我这种就是不经常去 去用那个技能的 可能就要搞好久才能 才能达成那个成就啊 那没关系我记我记得第一个好像 就第一次解锁好像目标是600次 然后我现在已经用了400多次了 哎来了这个 boss来了 送了我一个 增加辅助装备伤害好了 先用这个 我觉得这个比较比较好用 因为我今天主打那个辅助辅助 辅助装备 然后这里我拿个拿哪一个呢 这一个我还缺一个光轮啊 所以我优先先加小蜜蜂好了 就是那个飞镖是需要搭配那个光轮的 但是光轮我现在目前没拿 只要等我后面那些 武器啊然后融合了 然后就可以 可以腾出来一些空间 然后我再拿那个光轮 不要看我走来走去不不去减经验啊 我主要走来走去的原因是要 我要多打那个水晶啊 哈哈哈 因为打到后面我会 我会非常的缺钱啊 想要提升哪一个武器 我都要干一阵子 所以我都要赶快过去 往那些水晶的方向走 然后那些经验池那怎么办 我就等那个空降的磁铁 给我吸回来就好了 所以我可能隔一阵子 然后就突然提升好多的等级 然后隔一阵子又提升好多等级 磁场 然后再来个小蜜蜂 然后再来个电磁飞刃 再来个微星射线好了 对了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可以提升 我的那个经验值的的的提升数量 我前面好像都一直没有拿 其实早期可以拿一下 应该也是划算的 让我的那个等级提高一点 那我前面就太紧张了 我怕死了 然后我就可能忽略了吧 我也没有留意 我我一直那个注意力度集中在那些武器上面 然后再来一个进防机枪好了 进防机枪可以跟我那个火神炮搭配啊 然后搭配之后就可以融合成一个新的武器了 目前好像怪物太少了是吧 我我感觉我的等级等级还是很低啊 就以这个速度 嗯可能可能来不及全部升马 哎又有个吃铁了再升级一下 然后加一条卫星射线 然后再加个比赛好了 优先加武器啊 就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守嘛 我们前面已经熬过了就是就是 就我感觉早期啊 特别怕那种会往你冲过来 然后爆炸的那一种敌人 非常的危险非常的恶心 那我感觉现在已经熬过了那一个阶段 就是现在不用怕他了 他过来的时候 然后差不多 我们就会把他已经杀掉了 很快又把他杀掉 他过不来 所以目前是不用担心 我可以放心的先优先先提升一下 我其他的武器类 主武器还是副武器都一样 而且这一把武器好像他攻击力挺高的 我一冲过去 然后那个水晶就马上被我打掉了 然后左上角其实我还有一些目标 一些任务要解锁了 但是我就没有很留意 很留意 好像是需要用什么高压喷登啊 高压喷登我我以前就用过 我感觉好像很一般 可能要哪一天特意去 为了解任务去去解解锁他吧 还有要我打无尽模式 在叢林地区的无无尽模式 我无尽模式打的比较少啊 然后这里我拿个武器射击速度 无尽模式我打的比较少啊 早期有一些 幸存者类的游戏 然后他出来一些无尽模式 然后那时候阿嘎一打就打了 打了个个两三个小时这样子 然后后面阿嘎怕了干躺不住啊 哎好像我感觉经验值变多了哦 就是你会听到那种叮铃叮铃 就是告诉你不停的捡到东西了 然后最大生命值我就不要了吧 射击时候加一个子弹 好吧要这个吧 叮铃叮铃的声音就是告诉你 你捡到那个经验值了 所以那种声音越是频繁 那就代表你 你的升级速度越来越快了 然后那边有那个空中补给了看看是什么 会不会是磁铁叻 或者是解锁装备 不是是冰环 冰环就一般吧 我觉得这游戏里面 我自己觉得哎有了有进化 先进化这个 进防机枪啊 因为他可以融合啊 然后然后刚刚讲 我觉得这游戏里面那些空投啊 空投我觉得就两个东西是比较有用的 一个呢就是这个磁铁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解锁装备了 就这两个比较好用 另外其他那些都是一些消耗品 就是用一下然后 比如这个燃烧弹 就用一下 用一下然后就没了 然后冲过来的敌人 其实我自己也能杀 用不着那些空投对不对 我还是比较需要一些提升的部分 可惜啊可惜那空投不能选 如果能选的话 我就让全部的空投 就大多的空投都不用再出现了 我就让你只要那两两款就ok了 哎来了 实场 升级了 然后加武器射击速度吗 好加这个吧 哎还有大蜜蜂 然后加再加一个子弹好了 武器射击先电池飞刃吧 哎然后这些 经验加成我我前面都忘记了 这这回事我需要 我需要拿一下然后我把它忘了 护甲也不要了 反正敌人稍微碰我一下我就挂了 还有射击速度 穿透 ok然后再来一个卫星射线 然后再来一个这个吧 哎爆炸射线也进化了哦 那我应该有两款是可以进化的啦 就进化之后我还要升级啊 就就很赶时间的 但为为什么我听起来那个攻击的速度好像变慢了 哈哈哈哈 就听他那个爆炸的声音 怎么变慢了 哈哈 哎雷盾雷盾拿了之后我就可以放心的往前冲了 这个还只有有一点点用途了 比如说我在被人围殴的时候 然后捡到这一个我就可以杀出重围了 但是可惜他的时间有点短 哎发现尸体发现尸体 我们赶快过去 但现在后期好像那些尸体有时候都给我一些就给我那个钱而已 这给我水晶 也好了 给水晶也好 我是缺水晶的人 哎不是 这一次是给我强化效果 一个是加暴击 哎两个都是加暴击 然后这个加多一点 那我选这个肯定 那我现在暴击率就变高了 看看暴击率多少 好了暴击率暴击率 这里70了 那差不多每一下都暴击了 然后我后面如果有剩余的 的金的能力点数的话 我就再加一下 没有的话就这样 来了来了 刚刚应该是敌人太少了 所以没有Q了 好 现在敌人开始出现了 然后我们就听到一堆爆炸的声音了 哎又来这个磁铁了 哎进化这个了融合了 终于第一个融合武器出现了 就是这个地狱火射线 是这个 就是这个禁卫之机枪跟火神炮盒 合成的 然后他进化之后 就可以有一个大范围的扫射了 哎不讲那么多了 直接看就好了 哎 第二个也出现了 然后我们也直接看就好了 一个是转圈圈 的一个武器 一个呢就是 就是一些激光网 别人扫过去 哇靠 这个小boss都还没有见到我 就我还没留意到他 他就已经死了 然后我再增加一个地狱火射线 就有五个了 数量可以再增加一下 哎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 有没有机会拿到那个 辅助装备数量再增加 拿到的话我就无敌了 超窄 哇还超窄 这武器又厉害 辅助装备又厉害 就是有点不敢乱冲乱撞 就是我怕死 哈哈 哎前面绿色应该就是我已经受伤了一次 然后现在变回紫色 就是回复好了 空中资源在这里在这里 哎靠我又受伤了 也不是受伤就是被打了一下 增加一个浮游激光炮 然后再来增加一个 哎他都是加数量的哦 不错哦 那我继续加加这个吧 浮游激光炮 然后他就变成六道那个激光炮 这敌人基本上走不进我的身边 然后画面上面看起来就没有敌人一样 哈哈 哎又有这个 这个是装备解锁 非常好 然后增加他的伤害百分比 哎我觉得这个主武器是主要用来 用来打那个水晶的吧 然后其他的就交给我们的副武器就好 然后我要等我等我这个融 哇靠 等我这个融融合的装备 然后再进化之后 应该会非常的猛 再来一个 呃 加所有伤害或者是暴击概率 暴击概率现在应该已经满了吧 哎没看不到我现在 那我加所有伤害好了 暴击哎不是我记错了吗 哦对我前面拿了一次 然后是加50%的 我刚应该再拿个加25 那我就90几的暴击率了 有点记错了 不过没关系 应该也也ok吧 应该也够打吧 然后我再加这个伤害 我尽量看能不能把它升到 就可以进化的的等级 然后另外我还需要一个光轮哦 才能进化出新的哎 来了 讲光轮就来光轮了 下一个浮游炮 越来越热闹了 然后现在一个4级一个5级 还差好几级才能到满 再来7级7级就可以升满了 再来个光轮还是要加一点那个经验值了 现在加经验值会不会有点太晚了 光轮好了 算了现在已经最后6分钟了 我就不加那个经验值那些东西了 早一点的话应该可以加一下 可能可以给我多升几级 加个一两级也不错嘛 对吧 现在有时候就是明明我去找那个 找那个水晶的嘛 然后过去都没有流程 然后不知道水晶在哪里 然后就已经打掉了 哎这一开始大多了 是吧 是不是大一点然后打得久一点 哈哈 哎又来了 然后就可以减到这升级了 增加一个电池飞刃 然后再来一个这个吧 地獄火射线 然后哎进化了这个电池飞刃也进化 进化之后啊 他跟就是角色跟那个刀刃的连接啊 也可以造成伤害 那他的攻击范围就大增了 然后这边我来看看 这两个都是5级 他减少冷却时间吧 那他攻击频率就更高了 现在那个电池飞刃才有点有点有点意识嘛 才有点作用嘛 就之前他的攻击范围实在是太小了 我一看我又来一只 那很快就挂掉了 因为我现在应该火力挺猛的吧 然后光纹光纹 我听到很多爆炸的声音啊 是哪里来的爆炸声音啊 怎么突然多了那么多啊 是那种 哦我知道是那种会自爆的敌人而已 跟我无关 哈哈不是我做的是他们自己在爆 我还想说怎么我我刚升级了什么东西 突然那么多的爆炸声音 哎来空中支援了啊是急速炸弹 每一次来都是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他是那 炸弹石铁啊还是装备解锁这样子 就可以再再选技能了吧 来了再来一个光轮吧 光轮现在四级 他还要提升到八级才能进化 哎来了 磁铁 然后这里先升主武器 还是先剔除掉一些东西呢 主武器吧 然后 这样不对哦 好吧拿吧 就我有点担心那个等级 就是那个技能点数不够 所以我就想说就留着 留着那些点数 然后都用来提升那个 技能 提升副武器 辅助装备 哎又来一个 还蛮频繁的哦 然后继续升级他 继续继续 哎又没了 失去半径就不需要了吧 因为我都是靠那个吸回来的 然后再来一个 主武器 如果有那个从 重选的那个选项的话就好了 但是他该因为那个 芯片的容量不够啊 然后就是就是我感觉就是多少都不够 然后我就没有再加那个重选进去 但另外一个 一个那个装甲 就是第一 最起初的装甲是可以给你加一些重选次数 但是 我觉得还是这一个比较好用 就这个 喂喂喂喂喂他会自爆 哎辅助装备数量加二 就正好就是我今天最需要的东西啦 哎还加了一千的积节精 就是那水晶 也不错哈哈哈 就回去可以多占一点点的钱 哎这样不对劲哦 你 赶快 这个不要了 哎来地獄火射线 就想说让他去赶快升级上去 然后赶着进化嘛 然后他一直都不给我 就是一直给我主武器啊 给我其他的被动被动武器啊 这样子 我感觉不对劲 不对劲 哎 诶 视野范围要加吗 视野范围我们考虑后面加 好吧 那我就加个子弹吧 哎来了进化了 终于可以进化了 先提升哪一个呢 这一个 这个扫射时候会引起爆炸造成大范围伤害 那或者是这一个就不需要充能了 他就一直在持续发射了 我觉得两个都不错 那我先选这一个好了 无限浮游炮 然后这个 我今天就先牺牲一点那个报酬好了 我这个就不要了 哎加两个光轮 再光轮 非常好 我觉得现在敌人基本上已经不可能走进我的身边了 你看看我身边现在 有有 1234 来不及数 12348还是9个啊 这个这个转圈圈的激光 然后一直在一直在攻击敌人 然后如果再走近一点的话 就会碰到我的光轮 基本上我觉得是不可能走进我的身边的吧 别说走进我身边 现在整个画面已经没没有敌人了 哎这个也可以进化了 然后现在可以造成爆炸了 再光轮 哇 好像好猛 但是好吵 哈哈哈哈 有点吵 不行不行 如果如果觉得太吵的话建议 建议那个哈哈 声音调小一点啊 哇 没关系啦 阿嘎讲话可以 可以有字幕的 虽然字幕不太准确 哈哈哈 哎我们边走 边走 这边边开火边走的话 会不会那个声音小一点 然后爆炸声音就在我们的身后了 他刚想太多了我觉得 这一个看起来真的好猛哦 像轰炸机一样 一炸下去然后所有敌人都没了 他敌人没了我要经验值 很多 哎是什么工头 哦是一个磁铁 来吧 啊又是没拿到我想要的东西 那我剔除掉哪个好嘞 剔除掉燃烧榴弹 暴击伤害那我选个辅助装备吧 哎光轮可以进化了 然后再来个 护盾 再来个护盾好了 那我就真的死不了了 现在就差最后一个就是那光轮去进化 剩下一分多钟 来不来得及呢 哈哈 现在我感觉敌人都不见 我这一次战到的那个水晶应该蛮多的 如果老B看到这个视频啊 这个是制作人啊 制作人的名字 然后我建议他把这边的爆炸声音调小一点啊 我自己就觉得太吵了 哈哈 非移动的时候增加那个伤害 有什么作用啊 加辅助装备伤害 已经看不到敌人了哦 非移动我会一直移动的呀 那我选 视野范围 说不定就可以看得到敌人了 再加点暴击率 然后 加这个吗 移动的时候加伤害 这个好像有用一点 哎我要进化我要融合装备 我要融合武器啊 剩下20秒了可能就拿不到了 我觉得今天已经挺猛的了 哈哈 关键是已经看不到敌人了 所以我觉得很渺茫 就是要进化的机会很渺茫 装备解锁但是我过不去拿 给我拿 给我拿 哎拿到了拿到 哎 在最后的一瞬间 我终于拿到这个融合的电池回旋标 然后 电池那个效果就是有一些回旋标 去攻击敌人 我估计在升级之后应该会有更多的 数量或者是 出就是可能出现的实践更频繁吧 但是我也要回去了 有点小可惜就是没有拿到 三个都看到他的 就是没有看到三款融合的武器 再一次进化之后的样子 但是已经拿到两款了 我感觉两款之后 地图上面的敌人都已经 都已经死光光了 都已经全灭掉了 可能把剩下的一个再拿上效果也是一样 就想说看看那个画面会不会热闹一点而已 那我估计如果真想要全部都升到满级的话 可能要打那个无尽模式了吧 那我就留着下一次 下一次我再来看看这个新武器 或者是看看自尊人 有没有再一些新的融合武器再更新 我再来玩玩看好了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好了 如果喜欢的话就帮忙点个赞吧 或者有什么想法的 欢迎留言告诉阿嘎 谢谢大家拜拜